Lun Sang 男人 男人 首先第一個就是不要抬頭 頭是往前 為什麼不要抬頭 可是我媽媽就教我們抬頭了 不要說你媽啦 我小學老師都叫我抬頭 都是拍額頭啊 所以我才知道說抬頭 唉唷 那個血都會往後逆流對不對 都覺得真不好喝 剛剛昌明哥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抬頭的時候 第一個血會往後流 所以它有幾個壞處 第一個那個血跑到腸胃裡面 你會覺得不舒服 你會嘔吐 會喔 第二個是你一個不小心會 嗆到 嗆到氣管 那就不太好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往後的時候 你其實你可能捏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加壓直血嘛 你頭往後其實捏的就不是很緊 所以加壓的就會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其實對加壓不是很好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往前是這樣的好處 第一個 你頭往前血就是往前流嘛 然後你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 流血的地方在鼻的前側 所以就捏住鼻子軟的地方喔 很多人捏到硬的這個是不對的 那如果說有一些血已經往後流啦 你可以鼓勵小朋友 啊 吐掉 那這樣就不會吞到肚子裡面 譬如說你還沒捏之前 已經有一些血已經在鼻腔裡 那可能會 那就吐掉這樣子 那就不會吞到肚子裡 好 加壓直血十分鐘 如果打開 怎麼又再小流一下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衛生紙 最好是用比較乾淨的啦 因為衛生紙有時候髒髒的 那你用一些乾淨的小紗布 沾凡士林塞進去再捏十分鐘 好 十分鐘十分鐘都還止不住的話 那你就來醫院吧 就醫院 二十分鐘就對了 對 二十分鐘 那醫院的話我們會用一些 譬如說血管收縮的一個沾濕的布 對 有一種藥氣 再捏一次 十分鐘十分鐘都還不能止血這種情況 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導致的嗎 有可能 但不見得是 不要說十分鐘十分鐘你就完了 彈在那邊完了我得了白血病 不會啦 先不要緊張啦 不要緊張啦 其實還是蠻常見的 也許是你加壓的方式不對 或是他今天真的是身體非常的不好 他血管破的點比較大一點 那就是說如果說你是因為外傷 所造成的抵抑血 大概你就來醫院了 比如說你跟人家打架 被人家捶了一拳 然後已經骨折了 然後這邊在流血 那當然不是骨折的還能抵抑嗎 對啊 那個當然你再怎麼捏都不好 那流血會不會有時間不一樣 他流的量不同 像我們講說正中午的時候 那些血蠻噴張的時候 會不會血蠻噴張 那個正中午的人都特別要 對啊 流得很快喔 會喔 是不是 中醫的觀點會不會這樣 對啊 中午午時 那就是陽氣最旺 開始要轉陰的時候 那時候氣血就正往上跑 對啊 人家說拔牙齒也不要正中午啊 有人這麼說 流血量特大 對 剛剛有講到 晚上會一直流鼻血嘛 其實這種症狀比較天向 陰虛火旺的體質 那所謂陰虛就是陰陽不平衡 陰相對比較弱 陰相對比較旺 陰相對比較旺 那時候陽入於陰要睡覺的時候 他有一些虛陽在後面亂跑 跑到頭上就流鼻血了 對 不過一週三次真的很多耶 很多 我臨床上看到的其實 是晚上流的比較多 因為晚上大部分是過敏性鼻炎的小孩 他晚上會不自主的去揉鼻子 他不是故意的 他早上起來就 小鼻子小孩有嗎 你有過敏性嗎 有 他之前是有過敏性鼻炎 對 一點輕微的 但是不是很嚴重 後來我有去幫他調整過 就比較 就OK了 常常流血可能就習慣了 像我們偶爾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嚇到 對啊 有一次我開車小朋友還很小 然後我婆婆就抱著小孩坐後座 然後我開車看到一半 我 命案現場立刻就發生了 我婆婆覺得 小鼻子流血了 然後我手就拿出來 我就看他手上都是血 然後就聽到砰一聲了 我車子就撞到前面了 唉唷 太不鎮定了妳 我就回頭看 因為照後鏡看到 只看到他的血啊 我以為我婆婆怎麼樣 然後他說 流血了 流血了 啊妳們講快一點 後來是小朋友 流鼻血 那那一次我就在想 小朋友為什麼莫名其妙會流鼻血 因為他以前沒有這樣子啊 小女生為什麼會流鼻血 後來我就想到說 喔 我媽媽煮了一鍋那個 莫名其妙 然後加了麻油啊 然後又加了桂圓啊 好補喔 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吃了以後 太補了 立刻流血給我看 然後我的車子的慢拔就掉下來了 唉唷 好貴的一餐啊 好貴喔 天啊 這很奇怪 大人如果說火氣太旺 你多長個痘子喉嚨痛一下 小朋友直接流鼻血給你看耶 對啊 他這樣講起來應該是真的 是齁 麻油 尤其麻油爆漿以後 性轉成熱的 對 加了桂圓也比較屬於溫的 兩個加在一起 那 對啊 一定很容易流鼻血 阿媽本來是好意耶 想要補一下身體耶 為什麼小孩子比較容易 大人不會 因為小孩子是純陽肢體 它陽氣比較旺 因為為了要生長發育嘛 要長高一定要有些陽氣要旺一點 對 陽氣本來就夠旺的話 那又一些糟熱的東西加進去 火上加油 它會更嚴重 那不行 對 容易就流鼻血 所以小朋友是不是 如果他在補這種這麼補的 那同時給他被椰子汁 稍微的降火 還什麼之類 可以這樣嗎 那如果真的流鼻血的話 有什麼穴位可以這樣幫助改善 經常性流鼻血的問題嗎 其實除了剛剛黃醫師講的一些 那你可以用一個熱水 泡腳 把一些血液 把它往底部去引 往下引 對 相對上面的血壓 就比較低一點點 這樣子喔 對 如果說剛好身邊沒有熱水 你怎麼辦 可以出房找一些大蒜 把它倒成泥 然後貼附在我們泳泉穴那邊 泳泉穴 泳泉穴在腳底 就那個 就腳底那個 有一個人字送的地方 這裡啦 這裡啦 對對對 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就用一些大蒜導成你貼布在那裡 貼在這裡 紗布 或者什麼把它貼著 大蒜 就把它貼著就好了 要貼多久呢 其實一邊止血一邊貼 然後它學止住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捏還是要照捏 還是要捏 它的原理是什麼啊 其實大蒜也是一種新香的物質 那它可以把它 一樣的道理 就跟泡腳有點類似 對 有一點類似 這樣 兩者折其一就好了 但是有人說有一種紅森喔 切一切以後它的那個 切下來泡水喝 就可以只流鼻血 可是感覺不是好補的東西嗎 紅森本來就熱補耶 而且它要那個蒂頭耶 就用這個蒂頭 為什麼 有這樣的說法嗎 比較古老的說法 蒂頭它有 吹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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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血 吹血 吐血嗎 搞錯放下 不過現在的藥理學研究 它是說 蒂頭跟你 那個 人生的身體 跟身虛 其實它喊的 化學成為是一模一樣的 對 所以慢慢就沒有這種 涌吐的這種 吹吐的作用 對 這種說法 可以吃流鼻血嗎 流鼻血的原理我想大概是 幫你補氣吧 因為氣型血型 氣如果不足的話 血就會往外流 所以慢慢把氣補足一點的話 血比較能夠流在你的血管裡面 不會到處亂跑 所以它不是止血 它是補氣 補氣 那也還那麼認真的留著 準備流鼻血的時候用 你看看 還放冰箱放很好耶 好笑 可是還是要看體質啦 對 要看體質 如果說你本身就屬於 燥熱體質引起的流鼻血的話 反而更容易 比較不建議用這種方法 對啊 因為太燥熱 你反而應該要稍微量補一點 就可以喝個椰子汁了 對 椰子汁 或者說你要人聲 OK 像白聲 白聲它就沒有那麼燥了吧 對 白聲比較平一點 對 它有分的 分很多聲啦 不過剛剛有講到時間點對不對 黃醫師你剛剛講到 你看到的是 晚上流鼻血的人比較多 那那個 對 尤其是像夏天的時候 有些人開冷氣 冬天的時候開暖氣 這些都會讓室內的濕度 對 都會下降 那這些鼻黏膜比較脆弱的人 他乾燥以後 一流血就沒完沒了 對 所以說基本上 如果你是孩子 是有過敏性體質 或者是他常常夜間流鼻血 有三件事可以做 第一個 你在室內掛兩條大的濕毛巾 如果開冷氣或開暖氣 把濕度弄高一點 很多媽媽跟我說 那我放個兩杯水啊 或放個臉盆啊 那個接觸面都太小了 大毛巾接觸面多大兩面 對不對 再放兩條 這個濕度上升的才夠快 對 再來呢 你可以先給他預防 凡士林先把我們剛剛講 那個鼻中隔的地方 塗一先給他塗一塗 塗到裡面去啊 對 讓他保護一下 稍微塗一下 第三招就是 如果他可以的話 叫他戴手套睡覺 為什麼 小孩長化症 而且是大人錯 我們大人最喜歡親的 不禁得自己的老公對不對 親我們的小孩 對 所以呢 當你這個小孩 第一次被感染的時候 他是沒有抗體的 所以他不會只長一顆 他會長一堆 第一次得到泡枕病毒的時候 會發這個叫 那他裡面 嘴巴裡面就會有破洞 他不只長在外面 他裡面有 裡面外面都有 裡面外面都有 有破洞